佛州中期选举要验票 程序繁杂带你看 由于参业员和农业专员的选战票数非常接近 州长选举票数差距也十分小 因此佛罗里达州可能会进行重新计票 麦埃密先驱报报导 必须先向州选举办公室报告选举结果 官方才能决定是否重新计票 如果选举的得票差距低于0.5% 佛州州务卿就必须下令重新计票 重新计票将使用机器点票 受损的选票会被复制 所有的选票都会重新扫描 最后再比较机器投票的总票数 与该郡最初计算的投票数 如果机器重新计票与原票数相近 则原投票计为准确 差距大于0.25% 便将其视为正式结果 如果第二次机器点票后的差距小于0.25% 那么佛州便可以执行 联邦和州选举的人工计票 人工计票只会计算过度圈选 和不足圈选的选票 过度圈选是指选民在同一张选票上 选择超过一位候选人 不足圈选则是选民位在选票上 圈选候选人 别忘了 我们晚上8点还有今天的精选汇报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